非洲奈及利亚一栋新建当中的高楼 周一的时候突然倒塌 现场工人逃生不及 目前已经至少有四个人不幸丧命 而且恐怕多达上百人受困其中 据了解事发当下 许多正在大楼内工作的工人 根本来不及逃生 幸运生还的工人受访时 还是满脸成土惊魂未定 目前并就清楚 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 但是粗估至少有上百人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